這一次選舉,你會覺得是世代對立最嚴重一次嗎?因為包含藍衣好像一直號召這個年紀大部分 世代對立,其實在台灣的選舉史上,第一次世代對立是2014年 不過那是從2014年太陽花學運那一次,其實到現在,我覺得現在也不會是最嚴重 大概2014是最厲害的,到現在到2014,16,18到現在差不多就這樣 但是我認為慢慢的還是一個讓頭,我不認為現在是最嚴重的,要說最嚴重應該是2014年 市長,你剛剛那個直播的時候有提到說,就是現在黑韓產業鏈如果之後結束有可能會轉向黑泥,那為什麼會這樣擔心? 這個因為我們常都研究歷史,2016年的3月一次,2017年的9月一次 所以意料中的事啊,不然這麼大產業鏈,掀著掀著也是很可惜,不是嗎? 產能擺在那裡不用,他們會覺得可惜 市長還有那個,最近跟親民黨,早上蔡秘魯姐是講到說,就各自努力,可是外界開始慢慢解讀說,這個各自努力會不會分到揚標的部分 然後現在是不是傳出說,選前之夜郭台銘有意要來幫你們站台 這個我剛才有跟蔡秘魯講,因為那個還是郭半哥的公司去協調就好 我覺得這樣,朋友要多敵人要少,這是基本戰略,所以 常常是這樣,我已經講過很多遍,人家十件有五件跟你一樣,五件跟你不一樣 那就五件合作,五件不一樣就各自各做的 但是不要說因為他有五件跟你不一樣,連那其他可以合作五件你都不要 這不是一個好的政治的態度,所以我們要講共融的社會 最近幾天突然領悟,我們在政治上跟國民黨、民進黨或其他的所謂小黨 最大不同點就是,我們也是強調共融的社會 那我們也是真的在實踐,因為台北市政府的確實踐了共融社會 市長我們可以問一下嗎,總統票你大概會投給誰? 這個已經問過很多遍了,我已經,我跟你講喔,如果十年前沒有表態就不會表態了 這個不表態就是我的表態 市長我可以問一下,直接從南到北,從南到北這邊現在起選情狀況 你覺得現在你評估自己會不會記息? 這個問過很多遍了,這個還是猜不準,所以每個人都問我這個題目 因為這個數學模型我們做不出來 只要是我也沒有想要去特別操作,我覺得不需要 這個常常心存善念盡力而為,這個要每次要講 自己要相信自己講的話 市長之前網路上有人提出要對你不利,那現在掃街的時候狀況會不會有一些警力放你這樣會? 我看警方該有的,該有的防護都有做 好,那就上班,上工 差點幫多喝水打廣告 沒有啦,我就跟蔡碧如說,你就直接跟高溫灣兩位講好就好 好 不要在那想東想西的,自然就好 自然就好 好啦好啦,上工了